小老大 啊不对 老大我已经不是小狗了 毕竟也是五个多月大了 老大我啊样子没变 还是那个眉毛和胡子 你要问我怎么只剩下我和老五了 其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找到了开门的工作 就算我俩在这里游手好闲 游手好闲怎么啦 豆粉是不是开心也是一份工作呢 那么多主播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给你们闻一闻我的脚胶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点赞评论 完了我才发现我不识字 这可怎么办呢 我只是一个憨憨的小土狗 我又没有边木聪明又没上过学 还是认真干饭吧 小五我可真苗条啊 毕竟我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 老大我就不在乎这些东西 饭吃的吃不下了 还要被主人喂 不吃吧 好像又不给面子 吃完饭还有零食呢 老大我一口就吃完了 吃完了再去抢老五的 反正老五也打不过我 只是有时候被主人扇巴掌而已 好 我是不敢追溜的 我倒是不敢追溜的 就不敢追溜的 不敢追溜的 我的孩子 是不敢追溜的 是不敢追溜的